在上期我拿100块钱只买到这么多东西 老婆看到之后很生气 这是100块钱买的东西吗 所以这一期我给她100块 我也非常好奇 她拿100块钱能买到多少东西 当然我也给老婆立了几个规矩 不是想买啥就买啥 第一不买米 第二不买油 其他你看准什么你就买什么 OK今天有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老婆接受100元的购物挑战 好不如我给你买一遍块钱再试试看 坏消息是今天在市场上面 录着的视频都没有声音 OK就让我们接下来开始这期视频吧 第一站 顾摸着孩子想吃鱼 就计划着在市场里买一条螺飞鱼 一般情况 这种鱼的价格在20块钱左右 但最近天气还冷 螺飞鱼这种热带鱼都给冻死了 市场里也就没有人在卖这个东西 看来看去也就只有鱼鱼更适合小孩吃 口感好没啥鱼吃 只不过撑好的这条鱼鱼有点重 价格也不便宜 42块钱 这是他买的第一个菜 第二站我们去了水果店 本来只想买些平价的水果 比如梨子啊 苹果呀 但宝宝看到了草莓和葡萄 最后我们花10块钱买了4个苹果 19块买了一盒大概不到一斤的草莓 但这盒草莓买回去才发现亏大了 里面的草莓好多都坏了 这一次水果总价29块钱 第三站我们在市场的小摊范跟前走了一遭 晃悠了半天 那些售卖的蔬菜都感觉不咋样 最后在一个老太太的三轮车上面 花了两块钱买了一斤生菜 接着去了他最长光顾的蔬菜摊 和豆腐店老板那里买了蒜苔 辣椒 一块嫩豆腐 还有一块抹鱼 共计18块 但过了一会儿都已经快11点了 我和宝宝肚子都感觉到咕咕叫 我想吃牛肉面 宝宝呢想喝豆浆 只不过这牛肉面是没吃成 吃到了面包 这个蒸苔面包价格倒不贵 也挺实惠的 味道也不错 才花了6块 豆浆呢只花了2块 陪孩子一起走路 孩子和妈妈在路上漫无目的地逛着 过一会儿孩子就逛到了一个玩具店里面 看到了一辆翻走车 他就赖着不走 想要买车 孩子最喜欢玩具 就是收集各种车辆 我也劝不住孩子 最后就给孩子买了一辆玩具车 花费30块 今天早上起来特别晚 9点钟才起来 因为孩子昨天晚上半夜醒了之后 就没再睡了 烙腾的我们两个大人一整夜都没睡好 不能早起 也就错过了一个价格非常实惠的早市 我们只能去宁静的一个中心鸡毛市场 只是那里的物价稍微贵一些 我们只能去宁静的宁静 今天买到了嫩豆腐 小辣椒 苹果 豆浆 磨鱼 蒜苔 烤面包 生菜 鲁鱼 草莓 还有芹菜 干嘛呀 感谢妈妈给我买的早餐和面包 香得很 我还知道你有感谢 你吃的时候你没有想到我们呀 你吃饼子的时候 吃牛肉面的时候你想到我们 OK 今天妈妈给我们做一顿丰盛的午餐 应该要比我的那顿要好的不少 其实我那顿也还可以了 做了什么 我做了一个卧生排骨汤 她直呼好喝 她说我太黑良心了 我发露了 哎呦 发露了 发露挨打 妈妈发露 快点把那个蒸上 就要来洗菜 好了好了妈妈发露了 妈妈发露了也挨打 我给你说什么 我说水开了再放 好了 也发露了 好 哈哈 这没办法 糊涨 他老板 给他帮忙 他老板 老板 我的 有 然后 给他 你 大家都 你 就 你 你 你们 你又买菜他又生气 还有一个猪的友 今天是不太成功的一天 来一盆吃饭了 倒点酒 告老告老 谢谢 可舒服了 你不喝吗 我没资格喝 我不想喝 宝宝今天好棒 新菜也吃 今天用这个面包做一个新菜 面包夹鱼好不好 你们应该没有吃过这么 加一颗生菜 再加一个馍鱼 再加个豆腐 再加一颗鱼 鱼要蘸一点汁 这是蛋的 下次做个面包 那个炒面面包 应该很香吧 宝宝你吃不吃 干杯来 干杯 宝宝今天没有发露 表现棒棒的 小生菜吃哦 宝宝吃个生菜 奶奶种的生菜特别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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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了啊 没人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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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嗯 谢谢宝贝 你也吃一个 嗯 吃的有一股面包的香味和鱼肉的香味 嗯 嗯 里面加的有 抹鱼 加的有这个凉板抹鱼干 还有这个鱼肉 还有生菜 嗯 口感不错耶 你吃不吃啊 我不吃 嗯 真香 我过去给妈妈吃过去炭呢 对 宝宝刚才为了我青菜了 我为你一个鱼鱼 来 吃点鱼鱼变得 加点生菜口感更好 好可以了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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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谢谢幷兔 ЕН aspect 咱们